末世开始的第三年 我的男朋友成了基地长 但他爱上了别的女人 他说他目强 小麦你得理解我 活在乱世 男人也需要安全感 你这是在比谁抱的大腿粗了 那我发小拿他存下的物资 都可以砸死你八百多遍了 这是末世开始的第三年 好消息是 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异能 坏消息是 丧尸也跟着升级 甚至有部分开了纸 所以每一个人的目标都很明确 那就是能活下来 也所以 开车路过一群求救者的时候 我从后视镜里 瞄了一眼近在咫尺的丧尸 直接选择呼啸而过 回到基地 大伙一起整理逃回来的物资 白微微带着满脸煞气的走近 单看对方的表情我就知道 他一定没憋着什么好屁 赵青迈 你也太过分了吧 那可是十几条活生生的人命 所以呢 你 我们至少可以选择下车拼一拼的 不是吗 大姐 这都末世三年了 我真为你能活得如此圣母 而感到开心 麻烦让一下 好狗不挡道 继承哥哥 你看看他 则 又来了 每回白微微骂不过我 他就会跺着脚找江继承 也不知道江继承是我男朋友 还是他男朋友 小麦 微微说的没错 虽然身处漠视 但我们不能真把自己 活成一台冷血的杀人机器 那不如你俩抽空考个驾照 这样 下次再遇到有人求救 你们就可以停车 cosplay乐山大佛了 我抱着打好补丁的被子进屋 用脚带上门 把三五成裙围上来 准备为白微微造势的人 隔绝在外头 其实 我非常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乱世嘛 自然是谁的拳头硬 谁就更吃香 像我这种 迟迟觉醒不了异能的武力喳喳 不苟闲人艳才怪 一进屋 就看见池也恒 在床上磕瓜子 一边磕 还一边拿眼睛携我 等着吧 如果白微微没有安排后手 我脑袋拧下来 给他当球踢 要不说 池也是我发小呢 英雄所见略同 当天夜里 凌晨两点半 警报响彻基地上空 等所有的人集合完毕 几十个平方的仓库 就只剩下一块包裹物资的烂布 以及墙上一米多高的大窟窿 防御系统瘫痪 负责放哨的小分队 全军覆灭 这是咱们基地 有内鬼跟人 你应外合了呀 白微微躲到我面前 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赵青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属你最不愿意在这儿落脚 说是安全系数不够高 池也肩膀压过来 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 跟我摇耳朵 脑 自导 自演的好戏开场了 白微微的面色明显一黑 却非常笃定的命人搜我的事 果然让他们搜到一枚 缝在我衣上脚的电子隔离器 继承哥哥 你是基地长 现在你说怎么办吧 江继承拨开人群站出来 爱声叹气的样子 任谁看都是他在怒气不争 只有我和池也知道 他想赶我走不是一天两天了 搜索到合适物资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每个基地的基地长 都想让自己麾下的成员少而惊 小麦 不是我不帮你 但这回属实是你做得太过了 那基地长的意思是 小麦 对不起 我 我保不了你 我都被气乐了 江继承 这是你第一次选他不选我 凑满三次 会有分手大礼包赠送哦 麦子没说错 这里的安全系数确实不够高 池也吊锒铛地踢着指甲 说出的话 却像是在油锅里添了一条凉水 池对 您能不能把话说得清楚一点 对呀 都这个时候了 您就别卖关子了 池也和我 被大家戏称为基地的卧龙凤厨 因为基地成员一百多个 只有我和他没有觉醒异能 可池也又和我不太一样 他总能很幸运地找到 别人找不到的物资 运气好到爆 今天我在搜索物资的时候 发现一座废弃的村庄 那里除了有件的 比碉堡还结实的房子 更有东西两个没被破坏的粮仓 白微微气了一声 你说得倒轻松 我们只有三辆车 一桶油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基地的转移任务 池也切得比他还大声 那是你们没有 不代表我没有 我都还没说完呢 你倒是急着跳什么脚 江继承伸手往下压了压 他问池也 除了村庄 今天外出搜索物资 是不是另外有别的发现 池也拿胳膊肘抵着我的肩 铁头朝我扬了扬下巴 想让我把自己的发现共享出来 简单啊 你们把新物资和新基地 登记在麦子的名下就成 省得总有人想撵他走 我知道这是池也在为我打提钱量 但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你说这货 他既然发现了 更适合漠视狗命的地方 那在我被江继承赶走之后 我俩敲咪咪的过去住不是更好吗 难道他是为了抱团取暖 人多力量大 反正不管怎样吧 当天晚上 油池也提供燃油和交通工具 所有的基地成员开开心心的进村 而鸟枪换炮的结果 也仅仅是换白薇薇消停了三天 三天以后的物资分配大会 他又开始作妖了 我无意间撞见他 故意往自个儿的身上淋水 其目的 就只是为跟我争最后一颗退烧药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他的脑回路 你说这都漠视了 他还动不动就搞自尽那套 我看他的恋爱脑是彻底没治了 江继承 你把最后一颗退烧药 给白薇薇我忍了 但我和池也俩人 一把枪都没分到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枪分给你俩 万一遇到危险 你俩能命中目标吗 咱就是说 你打脸就打脸 倒也不必打得这么精准 可不管枪法准还是不准 这些药品和热武器 至少是池也找到的吧 大概是猜中我的心思 我这头都还没来得及开口 江继承那头 有团队意识 枪给薇薇用 他能在危急关头保护大家 更何况 基地最近成立了新的机动队 由薇薇负责热武器 也算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 还有一个team 我替他献上个棺材板板 他就是在假攻济丝 抱白薇薇的大腿 江继承你记住 这是第二次 什么第二次 小麦 你就别跟我闹了 好不好 我懒得搭理他 池也在窗户外头冲我招手 我猜 他应该是偷偷给我留了什么好东西 回到房间 果然 行了你 除了退烧药 你竟然可以搞到红糖和姜 简直就是神仙本仙 我把东西放在鼻子底下闻 怀疑放了三年的红糖 和姜包出来的姜汤 到底还能不能喝 放心 你只管敞开了喝 肯定一喝一个不支声 这是附近有异能的老乡 自己种出来的甘蔗制的糖 姜也是新鲜的 末世还有这样的发小在身边 我觉得 是我最大的幸运 但正所谓 不换寡而换不均 自从来到新的基地 我不但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更顿顿有肉有菜 以及不限量的清水 我的直觉告诉我 除了退烧药 白薇薇不惦记着 再从我这儿夺走一些其他的 说出来鬼都不信 我的直觉没错 当天晚上 白薇薇撑着病体和大伙一起吃饭 她不阴不阳地撇过来 笑着跟我说 同样是生病 有人的气色 却好得不得了 就连衣服都穿得是最新的 一句话落 原本为饭桌上 有蒸红薯而开心的众人抬头 看我跟看天敌似的 薇薇姐说的没错 大家既然是一个基地的 那就是兄弟姊妹 可咱们在这里吃糠宴菜 赵青麦却顿顿大鱼大肉 还拿别人恨不能一口 为伎量单位的清水洗澡 村子里没接自来水 只在东头 建了一个高约三米的铁皮筒 如果没猜错 应该是村民们 在水井被污染以后 收集的雨水或雪水 你们有什么好不服气的 池爷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排 末世前飙车二十组的狂拽裤 至少回来个七八分 那些肉和蔬菜 是我拿物资 找附近的老乡换的 清水也是 你们有本事在这里嚷 倒是自个儿学摸去啊 江继承的脸黑得像烧糊的锅底 我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觉得他长得帅 大家既然是一个集体 那么个人找到的物资理应归功 池爷 你这么做 无异于跟兄弟姊妹们划清界限 这会儿你倒是知道 大家是一个集体了 分药和分枪的时候你干嘛了 我交够了自己和麦子的那份 多余的部分 我爱给谁给谁 新基地都是我找的 你如果住着不惯 大可以带着人出去单过 多半是没见过池爷耍魂 白薇薇被弃得嘴角直抖 新基地是对赵青迈毁掉 就基地的补偿 你根本就没资格支配他 白薇薇 你差不多得了啊 要撒泼找你的鸡臣哥哥去 我可不吃你这套 还有 什么叫对就基地的补偿 那天基地被毁 物资被偷 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但天知地知 还有我和麦子也知 你少肯定的跟我装无辜 池爷的嘴皮子溜到飞起 蛇战群如都不是问题 所以 眼瞅着没机会赢 白薇薇干脆一甩手 瞬间就把池爷碗里的汤 给冻成了冰妥妥 这就是漠视异能者的强大之处 常人可望不可及 池爷面不改色地哼了一声 拉着我回房间 临走 他指着白薇薇的鼻子骂 有本事你就弄死我 看到时候没了我 大家找不到物资 你的那些兄弟姊妹们 到底答不答应 他们还真不答应 江继辰和白薇薇两人 一个玩火 一个耍兵 双剑合臂的威力是大 可再大也扛不住恶呀 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物资 是你的本事 但前提是你能护得住 白薇薇朝地上催了一口 眼神阴痕 好似前段时间 骂我见死不救的那朵盛世白莲 不是他 而那天以后 江继辰为了哄白薇薇开心 故意把我和池爷分成一组 没错 我们组 就我和池爷这一对难兄难弟 狗男人在用他的实际行动 配合白薇薇 想逼着我知难而退 我是真想退啊 我怕被丧尸咬 池爷却拽着我迎难而上 说他有制敌的秘密武器 我看着他手里的冲锋枪 欲哭无泪 漠视能找到冲锋是挺酷的 但关键是我俩缺乏准童啊 不管是我还是池爷 我们谁都不能保证 自己可以远距离一枪 爆掉丧尸的脑袋 哪怕是没有弹尽粮绝的压力 来回扫射都有点悬 在武力值这一块 我俩都是小洛基 要不然 江继辰也不会用让我和池爷 两人组队的方法来逼我低头 现实果然是残忍的 我们才是走出村子没多远 就碰上一对开了制的丧尸 这玩意儿不但跟人类 学会了打游击战 还学会了使用武器 瞅着对方人手一把AK47 我有点想家了 想什么家 想什么家 咱俩的家人都死绝了 遇到困难 只能靠自己 池爷这次不讲武德 我都要挂了 他还扎我废管子 不过 倒也不算他说错 末世前 我和他 一个是世家千金 一个是集团公子 这也是池爷经常在我耳边念叨 说江继承居心不良 软饭硬吃的最主要的原因 胜是拼权力 乱是拼实力 不是我说你麦子 如果哪天轮到拼武力直 就凭你800米跑5-6分钟的小体格子 江继承他要是不甩你 我都能管他叫爹 池爷这小子乌鸦嘴 一语成衬 拼武力直的末世 他真的来了 而江继承 也真的重新选择了 他要抱的粗大腿 继续软饭硬吃 池子 你说咱俩今天能落个全尸吗 你稍微有点出息行不行 你想想那些具备异能的人 他们都是怎么觉醒的异能 山穷水富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船到桥头自然直 别他妈逼逼了 干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人的潜能果真是无限的 单看面对极致的危险 你的压力能不能转化为动力 在丧尸军团做出瞄准动作的那一刻 我就跟开了天眼似的 连对方鼻子里的小零食 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试着开枪 下一秒 丧尸军团老大的脑袋 被爆成了烂西瓜 眼瞅着对方应声而倒 我惊得跟什么似的 池子 随便打都能中 这算不算是异能 算 怎么不算 到时候我能跟人吹一辈子 就说我发小 是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可就在我跟池野咧着嘴 收缴对方武器的当口 不该出现在这里的白微微 却出现了 他应该是躲在暗处 观察了我们很久 所以乍一出现 他就冻住了我和池野的枪 野外湿气大 只要有湿气 白微微的异能 就永远都有用武之地 他拿枪指着我 脸上的表情 有点类似于破釜沉舟 赵青迈 你说假使你第一次开枪 就不小心误伤了我 继承哥哥他 还愿不愿意继续收留你呢 不是 他是宫斗小说看多了吧 有必要恋爱脑到这个地步吗 总之那天 我是拦都没拦住 白微微硬是咬着牙 朝他自个儿的左胳膊开了一枪 别说我 就连向来召唠当惯了的池野 都一脸猛 晚上回去 江继承果然堵门等我 就此 我对他的最后一丝幻想 也跟着破灭 我相信他一定能看穿 白微微的伎俩 漠视前就是武器迷的他 并不难判断别人开枪 和自己开枪的区别 可你永远都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 不过 令我没想到的是 为了讨白微微的欢心 这货竟然喊人 把我和池野给绑了 江继承 这是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 江继承身边的小弟 黑了一声 这都漠视了 我看你 还是把自个儿的小姐脾气 给收一收吧 摆出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你偷吓唬谁呢 江继承跟着摇头 仿佛真的是在烦恼 我的不可理喻 三说的没错 这就叫实意实意 所以小麦 你得理解我 活在乱世 男人也同样需要安全感 他这是在承认 自己明目张胆的偏袒吗 他明知道起因和经过 却不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结果 池野替我放狠话 江继承 是你自己选择 把麦子拱手让人的 将来你可别后悔 江继承笑了 他举起手里的枪 拿他对准我左边的手臂 小麦 你别怪我心狠 我必须给微微一个交代 白微微现身喊停 空荡荡的大厅 目之所及 全是江继承口中的自己人 所以 他再没有装下去的必要 继承哥哥 三下午不是活捉了一个 开了制的丧尸吗 你说 如果被开了制的丧尸咬一口 会不会觉醒什么了不起的异能啊 这娘们是真狠啊 你说他置我于死地 就置我于死地吧 还非要我死得不痛快 外加不漂亮 我扭头瞅直眼 他回我一个爱莫能助的笑 我有点想骂街了 凭什么别人一旦觉醒异能 就是火呀冰呀的 施展起来互闪得很 轮到我可好 能数清楚丧尸鼻子里的小零食而已 神枪手的虚名 这会儿他根本帮不了我 闭眼在睁眼 我看到江继承的小弟跟遛狗似的 拿铁链子 牵出一只两眼冒绿光的丧尸 有脖子不咬王八蛋 丧尸开开心心地下嘴 我却祈祷对方能咬得干脆点 腥臭之气扑了满脸 我疼到几乎背过气去 不远处的白薇薇在笑 咯咯咯的 像挤了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 可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非但没死 没变丧尸 甚至还觉得肚子有点饿 池也大笑三声 感叹异能质量不够 数量来凑 咱家麦子厉害了 听得我想踹她的屁股 白薇薇的脸色很难看 江继承的脸色更难看 不管是他还是他 他们大抵觉得 我不该是那个天选之人 江继承不耐烦地挥手 打发他的小弟 送我和池也关禁闭 隔着一道墙 我同池也商量对策 但商量过来 商量过去 我忽然发现 虽然在同一天 觉醒两个异能很牛掰 但我觉醒的异能属于被动式 说人话 简单来说就是 我的异能并不能帮助咱俩逃跑 池也却告诉我 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漠视人心不古 骨肉香残尚且算是寻常 更何况一个变了新的渣男 我担心白薇薇会怂恿江继承 让他往青龙基地去告密 青龙基地是奉承数一数二的大基地 他们不但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更有一气齐全的实验室 如果被他们知道有人对丧失病毒免疫 不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欺骗才怪 你的意思是 他们会选择挺而走险 拿我去换物资 江继承和池也一向不对付 能脱离后者得到用之不尽的物资 他想不动心都难 所以这种可能性不但有还很大 池子你说 我上辈子甚至把坏事给做进来 比如喜欢刨人祖坟什么的 要不然被男朋友卖个鼠钱就算了 临了了还得给实验室当小白鼠 死得碎尸万段的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 而不知结果的等待尤其磨人 当我在墙上刻下第四个正字的那个午后 江继承终于肯见我了 池也说 之所以延后这么多天 估计不是江继承心有不忍 他应该是一时没和青龙基地的老大盘龙 换句话说 他是在考虑自己怎么做 才能让我帮他把利益给拉到最大化 村子中央的卖场上围了很多人 四周是心雷起来的高墙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那种兴奋令我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眼前的场景 不由得我不去深想 我想到了墨市前 在某印上偶然刷到的杀猪饭 一个村子里的人 整整齐齐地聚在一起 单等着把绑在板凳上的猪切割开来 然后做成各种各样的饭菜 弱肉强食 这是独属于墨市的残忍 而才是半个月不见 白微微原本他下去的两颊 明显长些肉出来 大家心里没了顾忌 肯定早就把池也藏起来的物资 给瓜分干净了 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贡献 赵青迈 你应该感到庆幸 庆幸自己并不是那么的一无是处 白微微笑着看过来 你说他是成人之威也好 说他是落井下石也罢 这就是胜利者的姿态 气得池也一个劲地骂他小人得志 你别管大人还是小人 乱世求生存 结果当然是优胜劣汰 有一句话说得好 愿赌服输 赵青迈 你这朵开在盛世的娇花 到了这个时候 也该醒醒了吧 江济臣稳坐钓鱼台 四平八稳 八风不动 倒是他的小弟跳出来帮枪 咱们基地的兄弟姊妹 每回遇上危机 都是老大和微微姐帮忙解决的 你们俩就只管扛着一张嘴 跟着吃香喝辣 所以微微姐说的没错 赵青迈 你既然对丧失病毒免疫 就不能光想着 自个儿不想别人 底下的人跟着起哄 他们的意思很简单 青龙基地的实验室当小白鼠 甚至有人说 这叫合理的废物利用 我都被他们给气笑了 刀不砍到谁身上 谁不知道疼 一个两个的 都在康他人之凯 应该是看透了 我已经被逼到绝境的事实 江济臣终于肯开口 毫无负罪感的 往我伤口上撒最后一把盐 他说 小麦 不是我抛弃了你 是你自己不够争气 偏要跟个不靠谱的 浪荡公子共进退 他还说 人活在乱世 有木墙心理 才符合逻辑 青龙基地之所以能成气候 除了物资 丰厚这一点 跟当家人立下的规矩 也不无关系 所以 和他们交易 江 白二人 根本不怕对方会黑吃黑 猫有猫到 狗有狗到 漠视自有漠视 不成文的规定 眼看着打从石门 开进来的数量卡车 我苦中作乐 感叹自己还挺值钱 青龙基地 不愧为三巨头之一 给出的物资里 除了肉蛋奶 竟然还有新鲜的石书和种子 秦老大 您贵人多妄事 这拉过来的东西 可和咱们当初 讲好的条件对不上啊 江继承一本正经地 跟对方讨价还价 他明明就是个 拿自己女朋友 换取荣华富贵的卑鄙小人 却偏要端出一副 心怀家国的英雄模样 秦老大哈哈一笑 是兄弟你多虑了 受惊弹和重阳 重兔运输条件苛刻 路上自然走得慢血 祸 这不妥妥的火种计划吗 江继承这波买卖 做得不亏 秦老大眯着眼看过来 跟像牲口似的 就差没上手掰我的嘴了 应该是瞅见了 我脖子上的齿痕 他笑得叫 之前更豪爽了些 随后 他大手往江继承的肩上一拍 道 放心吧兄弟 但凡那帮老头 研究出来个自丑银毛 我肯定不藏着掖着 到时候制成免疫血清 我们会第一时间 和你们完成技术共享 白薇薇跟在两人的身后 巧笑倩熙 美目叛熙 末了 他目光一转 说是要好好地 跟我画别一番 我画他奶奶个挥指甲 这货明显是冲着 杀人诛心来的 赵清迈 末世持续了三年 你就窝闹了三年 却偏偏有个锦里竹马 愿意护着你 可眼前他自身都难保 你倒是凭着什么 再和我斗下去呢 所谓是可杀不可辱 但他也得分时候 因为还有一句话叫做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为了能继续活下去 给人下跪 不寒沉 于是我努力放软声音 夹着嗓子哄他 那什么 常言道 Girls of girls 同为女性同胞 你我又何必非要 搞辞尽这套呢 你说对吧 见我愿意低头 白薇薇几乎笑出了余伟文 他把身体压得更低 嘴巴凑得更近 一字一顿地道 如今说什么 都没用了赵清迈 你今天死定了 我也知道 我今天死定了 这不是垂死挣扎一下吗 池也被我没出息的样子 气的声音都喊啤叉了 他鼓励我一定要振作起来 我当然希望自己 能够和他说的一样 视死如归 但臣妾就是做不到啊 我想继续活下去 想活着等到末世结束 然后圈地 给我过去的爹妈 建一个大到离谱的衣冠种 最关键的一点还是 我弄不清眼前的game over 他是因为自己的识人不清 还是因为一段 莫名被拖下水的辞敬 不管是以上哪个原因 我都觉得异常憋屈 瞧出我的挣扎 江济臣又来装活菩萨了 他貌似深情地看过来 丑得我想吐 只可惜肚里没东西 我吐不出来 虽然末世降临 但基地的每一位兄弟姊妹 都选择很努力地活着 小麦 末世以前 你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附加千金 可你没理由在末世 继续做你的大小姐 扒在大家的身上吸血 他可真有脸说 即便是真的有人吸血 那也是基地的男女老少 扒着有紧命的池也在吸血 我和池也是发小 可以不分彼此 他们又凭的什么呀 我正准备开骂 却不料被池也给截了糊 只见他笑得恶劣 几乎是眼不带眨的 盯着江继承的脸 江继承 我不得不重申一次 抛下麦子选白薇薇 没人逼你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江继承也跟着笑 他安抚了多少 等了有些不耐烦的秦老大 同样不眨眼地盯着池也 你跟赵青麦 果真是天生一对 饭都吃不饱了 你就忘不掉自己过去的身份 池也 你不会还到你是 当初那个跺下脚 凤城就会跟着 镇三镇的集团少东主吧 池也没在啰嗦 只冲对方撂下一句行 意能吗 听了这个问题 我有点想哭 面对死亡 这孩子吓傻了 我不回答 他便执着地问下去 非打破纱 光问到底的那种 我眼里憋着一泡泪 哽着喉咙回他 信 我信 池子 十八年之后 咱又是一条好汉 到时候 说不定就能觉醒意能了呢 这死孩子 却冲我笑出了一口的大白牙 看得我渗得慌 他说 麦子 梦该醒了 仅仅是眨眼间 自从末世降临之后 就变得灰蒙蒙的天 这会儿却清透得像是一块巨大的蓝色玻璃 鸟语花香 我甚至看到了家里的园丁 正在拿修枝 剪给院子里的东青树做造型 没想到池也的异能 比我的还要鸡肋 你说这人都要死了 他造一个幻境 给我望眉止渴又有什么用 对此 江济臣和白薇薇同样嗤之以鼻 他们毫不留情地嘲笑着池也 池也却把束缚他双臂的绳子抖开 一边活动着手腕 一边笑得像个大反派 你们不会还没缓过来劲吧 小爷我的异能是制造幻境不假 但我造的幻境 不是眼前的圣景 而是糟糕的漠视 你 你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池也拉着我离开 而眼瞅着身边的人和物 一个接着一个 如肥皂泡一般的破灭 飞散成灰 将白二人的脸 摆得像泡了福尔玛林 我的脑子一时转不过来玩 不对呀 为什么别人都变泡沫了 白薇薇还在呢 池也拿手指弹我的脑门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那个每天都给江继承塞一封情书的替大师妹 造梦归造梦 大便活人我可不会 所以 这家伙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就只是为了让我认清楚 江继承丑恶的嘴脸 你个狗东西 你说你造梦就造梦吧 怎么还把我爸妈给造尸骨无存了呢 我又想打人了 池也却一本正经的跟我解释 他说 那是为了截断一切可供江继承依靠的后路 逼他不得不另外选大腿来抱 行吧 反正刚一进末室 他就把我的家人给尬了 我爸妈他们在幻境里也算是没遭什么罪 江继承在后面尔康守 大喊我这样做 对他不公平 不公平他可香蕉巴勒 刚才他都要把我送人切片了 这会儿不是还惦记着软饭硬吃呢吧 想到这一层 我饿趣味的回头 带着满脸沉痛的跟他告别 江继承 听说白薇薇是你们T大的校花 日后有他照顾你 你也算是厌赴不浅 校花没错 但却是毕业之后 需要还助学贷款的校花 家里还有一个烂毒鬼的父亲 知三当三 只希望他在得偿所愿之后 能和江继承烂杀配狗 天长地久 见真的无可挽回 江继承做最后的挣扎 他竟然舔着脸管我要分手大礼包 想要分手大礼包 成啊 回头给你一个八十乘以八十的纸箱子 你用我送你的礼物把它给填满 渣男 我说池子 你把现实中间不能挑 手不能提的白微微 给设置成五粒之爆表的冰雪女王 山上的笋都快被你给夺完了 谁让你跟我整竹马抵不过天降的那套 非要去亲近一个绝世大渣男呢 你不会是对我另有所图吧 难道我图的还不够明显吗 可 可我只把你当兄弟来看待啊 兄你的大脚鸭子的地 赵青迈我告诉你 你但凡再敢多说一句 我就把你给摁在地上亲 则 莫名觉得这货有点过于油腻了 但话又说回来 爸妈常在我跟前念叨的门当户对 好像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门当 起码能保证两个人的生长环境差不多 三观大戴律会相合 户对 结婚之后 双方家庭产生矛盾的可能性 会无限趋近于零 池子 走 去哪儿 我请你喝啤酒 请问麦子同学 你这是在故意避重就轻 想继续跟我演下去吗 女孩子都愿意主动约你了 你还搁那儿跟人叽叽歪歪 你到底要不要去呀 约 约 是约会的约吗 啰嗦 好的好的 我不啰嗦 我不啰嗦 走走走 去去去 现在咱们就去 翻外池也拭脚 麦子搬到我家对门那年 我俩一起吃饭 一起上学 一起跟着双方的父母 出去烧烤露营 大人们说 这样的感情叫青梅竹马 可竹马终究抵不过天降 麦子读大一那会儿 他们宿舍和隔壁学校的 一个男生宿舍联谊 就此和渣男有了焦点 男人才最了解男人 那或都恨不能 把软饭硬吃四个字 给刻在脸上了 麦子竟然还会选择 相信他的甜言蜜语 和平年代顺风顺水 渣男的演技又不低 所以 我想要诱导对方翻车 那肯定是男上加男 毕竟 凭空找出一个 像麦子一样可爱 漂亮 有才华还善良的女孩子 这根本就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和爸妈商量 说我希望利用自己的异能 为麦子创造一个梦境 老妈说 为了PK调情敌 就暴露自己的秘密 是一场得不偿失的买卖 老爸瞪眼 现在兔崽子 是要和人抢媳妇 跟买卖有什么关系 在如何抱得美人归 这件事上 儿子 你妈不如我有经验 老爸还说 如果我真的害怕 被人抓住把柄 大不了等事情结束后 给那个渣男 再来上一场梦中梦 就可以完美扫尾 记得当时 老爸从牙缝里 挤出一句话 黄粱一梦 二梦加三梦 我绕不死他 而就具体如何造梦这点 我们仨临时 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既然渣男喜欢抱大腿 那咱们干脆 把白脸给设置成 五力值爆表的异能者 然后再把麦子 给设置得弱一些 那咱们都把大背井 给定在末世了 麦子弱 不明摆着让他吃亏吗 你笨啊 媳妇 在既有的设定里 儿子虽然不好去 盖那个渣男的风头 但咱们可以让儿子 做锦理呀 这样设置的话 到时候别人都灰头土脸的 唯独咱们儿媳妇 在末世 该吃吃该喝喝 活得要多潇洒 就有多潇洒 那成八 不过媳妇 你非让儿子 把白脸设置成 一个极致恋爱脑 是不是有点 有点给反派 强行强制的意思 这样的设定 它不会显得很违和吗 小白脸都知三当三 一天给别人的男朋友 塞一封情书了 他不是恋爱脑 又是个啥 再说了 好容易才见识 一回儿子造梦 我就是要看 现实版的宫斗剧 怎么的吧 不是老池 你刚刚是在质疑 我决策的正确性吗 不敢 不敢 老婆大人永远都是对的 错的人是我 哼 这还差不多 得 说好的三人会议 他们俩人 就把事情 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还顺带着 吵撒把狗粮 我还能说啥 我只能选择 老老实实地睡觉 努力养足精神 好造出一场 华丽丽的末世惊险 帮麦子揭开某人的假面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